《天空的眼睛》 《天空的眼睛》 首先,我先用一個我民族的語言對語以後, 讀佩兒來說,他的舞蹈是用天空的眼睛來做, 他的舞蹈在台灣非常非常受歡迎。 天空的眼睛。 首先,我先用我的語言來表達一些事情, 因為聖佩兒,你正在跳舞, 你正在使用《眼神的眼睛》從天空的眼睛。 我們說天空的眼睛,我的語言叫做Mathalungage。 因為我的語言叫做Mathalungage, 是《眼神的眼睛》。 去年我的小說也用天空的眼睛做我的書名。 因為天空的眼睛始終看著為自然藝術的表演的人, 成為舞蹈者,永遠在祝福那個舞蹈的人。 對於Sega。 因為我來自小島。 其實我的眼睛是藍色的。 你也可以看到我的眼睛是藍色的。 那個天所謂海浪的浪花是永遠祝福寒海家的領魂。 2005年我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經驗。 2005年,我有這個經驗。 有一個日本,自稱是航海冒險家。 他在台灣找不到他的航海的夥伴。 在台灣找不到航海的夥伴。 因為日本人不能找到任何夥伴在台灣。 結果他看到我的書之後,這個傢伙才是我要找的航海家。 所以那一天,在2005年,我從蘇拉維西亞人在南半球開始航海。 從這邊。 所以那些差不多有五個海盜靠近我們的船。 OK,有五個海盜靠近我的航海。 可是他們是騎水上摩托車。 可是他們是騎水上摩托車。 可是他們也有風帆。 所以我叫他們靠近我們。 可是他們看我們黑的也像海盜。 如果誰可要做一個航海家,必須學習要有文學的海洋,要有文學的想像。 又有哲學家的想像,還有浪漫的想像。 OK,Saintat, to be a voyager, that you should be know how to be as a philosophy, thinking, and also as a journalist, a writer, that you can imagine as your wish. 好,這樣碰到的時候他們不敢來。 可是這樣子的一個經驗是一個很好的。 第二個經驗就是我們在這邊捧到了三次的暴風雨。 可是印尼人那個暴風雨要來的時候,他們就躲到了小小的船艙了。 而我呢就趁著暴風雨來的時候,我先洗乾淨我的身體。 因為我知道我絕對不會感冒。 因為這個叫做航海家的特質。 OK,This is a specialist in voyagers。 在晚上,我們夜過這個,在晚上的時候,因為那個船非常小,有很多的一些商船會經過。 所以到晚上,我們那個17公尺的船好像是一個生人命的烏龜。 所以我的命運還能夠保險到現在,還是因為我身上有著藍色的海的信仰。 我現在還活著,因為我還活著,因為我相信我的藍色的信仰。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,我們經過了三、四十個小島。 OK,Just in this side, this term that's already meet a three or four island. 不同的群島有不同的信仰。 OK,Different island, they have different religions. 可是最複雜的是在這個地方,一個小島,始終會有天主教,基督教,蒙文教,印度教,還有穆斯林教,天天打架,天天打架。 所以我看了之後,我只好比太複雜的地方。 所以剛剛Sega所講的這樣的一個經歷,對我們來說的話,對我來說的話,無論這樣子的一個知識的,她的實用性怎樣,其實在這邊跟我們分享,非常感謝她的經驗。 所以在這邊,我作為一個小島的一個島民。 因為自稱是台灣最有名的海岸文學家。 我作為一個小島民學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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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他已經解釋了。 所以,謝謝你們。 歡迎你們到台灣來。 也謝謝同學們。 人類的聽我的福利巴授。 謝謝蔡教授。 謝謝